岁木大扫除这两大箱的药 就是民众一天丢出来的过期药 我大部分都会给他集中 再拿来医院交给志工 你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吗 我不知道 仍有民众不知道药该怎么丢 医师提醒有五大类的药 像是化疗抗癌药 镇定安眠 麻醉止痛 荷蒙和抗生素 都要拿到医院和药局回收 这个垃圾处理的部分 都是用这个高温 然后以及这个掩埋的方式 那这些垃圾处理方式 其实都可以足以来处理 我们一般的一些废弃药品 那只有一些特殊的药品 才不能用一般的垃圾处理方式 一般过期的药品 可以放进夹链带密封 丢进垃圾桶 而药品保存方式 放进药盒要注意密合度 避免受潮 药水开封后也有期限 有些期限可能只有七天十天 那那个就会比较短 但是一般没有特别标示药水 开封后都可以放一个月 只要药品出现变色变质 就必须丢掉 遵循正确的丢弃方式 才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大爱情文家新陈立伟 高雄报导